蔡英文下月出访中美洲跳过吉里巴斯 挑战过境华府 总统蔡英文确定代表民进党竞选连任总统后 全力拼外交 据了解蔡英文7月将出访中美洲三友邦 圣路西亚圣文森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 原本总统今年3月安排访问太平洋友邦吉里巴斯 最后未能成行 外交部当时表示为了巩固邦交 会再安排蔡英文访问 但这次还是跳过吉里巴斯 政府高层解释 蔡英文出访时间有限 吉里巴斯和中美洲距离太远所以才舍弃 跟邦宜申辩无关 吉里巴斯7月举行建国40周年庆典 改由立法院长苏家全代表出席 这次是蔡英文上任3年多来第7次出访 频率超越前总统马英九与陈水扁 但扁马都曾过境美国纽约 蔡英文还未过境过纽约 这次出访将立拼过境美国东岸 甚至挑战华府 若能顺利达成将会是外交重大突破 这次出访新台报道 怎么现在才看到苹果台 苹果台全新上线 6月18日参考看看